他要把那个绵羊三羊都要分开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讲这个预备 就是等候主的再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预备 而且他特别讲到的是说 我要把这个关掉不好意思 然后他特别讲到的是说 我们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在这个等候当中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生活 他讲的是一个怎么样生活 就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使用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 第一段的时候 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我这里看到一个就是说 他是按照个人的才干来托付的 这个才干英文 它这个里面叫做ability 那其实神他是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真实的情况 所以他是按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他最好的这个安排来托付给我们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属灵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可能会把这种比较的心 增进的心给带进来 但是其实不是不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神所托付在我们的手中的东西都是最好的 因为他是按照我们的才干来托付给我们 然后这个一千呢 它其实是一个重量的单位 它是一个重量单位 它不是表示这个价值 那这个我们用的这个经文里面 因为这个价值多少就取决于说 你这个一千指的到底是金字还是银字 还是这个比如说铜啊什么的 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 它翻译成把它银子 这个银子大概当时的时候 是值这个二十年的工程 这个今天刘牧师也提到了 所以说不管是五千两千一千 其实神所托付的都是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大的一份托付 它其实也表示说 主人对仆人的这份信呢 然后从仆人的角度来说 也是他的一份重托付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再给听一下 我是记得那个 原来印象比较深的 才干英文里面 他有一些用这个叫 中文有些翻译也叫Talent 然后看英文翻译是叫Talent 然后他觉得好像比较 跟现在的国际比较能够理解 Talent就是天赋 天分 谢谢补兽 看一下下面的 等一下数个少许 这个应该是要在最前 切换是吧 切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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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这个好像已经切得很远了 是反应的 是吗 然后这个地方再讲一下 因为前面讲的是那个主人的初夫人 后面讲一下这有夫人的回应 第一个是讲的是中性的夫人 十六节到十七 那这里有两个很关键词 我把它highlight出来 就是一个是随机 一个是照样 不管是拿了五千的 还是拿了两千的 他们的态度其实是非常的一样 他们都是拿去做买卖 然后都赚了一败 但是这个随机和照样 其实是表明的是说 这个仆人他其实是明白 主人对他的屠夫 他也是知道说 这是主人的屠夫 我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要去进这样的一个事情 要去把它给用出去 所以他们是没有迟疑 而是立马去使用 那么他们是已经赚好了 你看他们是另外赚了五千 另外赚了两千 所以他们其实是已经赚好了 是在预备 准备好向主人交账 但是那个又傲又懒的夫人 他是在第十八节 他是掘开地 然后他把那个主人的银子 是给埋藏了 这个其实他基本上 就是没有做什么事情 他就是简单的是说 把地给挖开 好像是做了一点事情 但是他其实是 没有积极地去使用 主人改他的这个图夫 他只是简单地 把银子给埋藏 这个就按照这个经文的意思 有什么问题吗 好 我们再往下走 不好意思 然后这个地方是到了第二段 第二段是说那个仆人要交账 然后主人是对他们是怎么样回应的 然后这个地方我也是有一些highlight 然后呢 他主要的就是说 这也是分成两个队 一个是对于这个 你就是我们所赚的钱的 他们是中心的仆人 还有一个就是 把它埋藏起来的 就是原封不动地还给主人 这两个队 然后呢 后面我再讲一下 这个好像是一切 他对这个中心的仆人 主人的怀疑是说 这个地方有一个是过了许久 其实说 他们其实在等候的时间都是挺长的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这个仆人的主人是什么时候来 但是就是在过了许久的时候 这个仆人主人就 就从那个外国回来了 然后要和他们算账 那这个地方是说 主人要算什么账呢 是要看不能赚了还是亏了呢 我们可能第一反应是要 如果说一个主人 他可能我们想 他可能是要来算这个账 但是后面我们发现 他其实不是要算这个账 后来我们到了第二十几 二十一二十二的时候 我这有些高量的出来 就是说他们都来 首先是五千的两千的 他们都来到这个主人的面前 然后把他们的银子和他们赚的银子 都摆在主人的面前 然后主人这时候说 你这又两善又忠心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主人他看中的 其实不是说 他们赚了多长 而是他看中的是 仆人他的忠心 他有没有真的是进到一个 仆人应该进到的一个职份 有没有真的是去 相当于是神把东西委托给他们 主人把东西委托给他们 他们也没有真的是相信 这个东西是属于神的 然后神委托给我 是让我去尽这一份责任 然后主人的回应就是 他有一些奖赏 这个地方奖赏 我主要是写出来是两个 一个就是交托给他们更多的事情 因为我记得 以前刚信主的时候 我其实老师在想 为什么我不能一开始 就做这些比较大的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些小的事情 但是其实就是在小的事情上面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 然后学习忠心 然后神就会把很多的事情 派给我们去做 这个其实很多时候 我自己的属于经历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疑问的 然后第二个是说 他要享受主人的快乐 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 这个快乐它不是 它是属于主人的 它是属于主人的快乐 所以相当于说 我们说有一份研习在那里 是主人她来邀请这些夫人来参加 所以她是邀请这些夫人来享受 这个主人的快乐 这个快乐应该是高过他们赚钱 把钱赚了 这个快乐 它是比那个更大的一个奖赏 好 这个是对中心仲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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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当那个拿了一千的 他来到这个主人的面前 然后连风波动的给他的时候 这是他说的话 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冷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购 没有善良的地方要距离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人子买长 在地里请看你的原因子在这里 这个冷心的人他其实是一个 我看了英文他说是一个hard man 他其实指的是说你是一个非常应受的人 你是一个什么都具为其有的人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 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不清楚 这个是他的一个借口 还是说他真的就这么认为他的主人 因为我们前面说 其实主人跟仆仁 他们其实是属于同一个household 就是都是属于仆仁其实是算为 主人的一个家庭成员一样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很亲密的关系当中的时候 其实他不应该对主人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所以更多的可能他只是 只是他自己的一个见口 但也有可能是他真的是这么认为 他的主人就是这样一个人 后面这句话呢 他说没有种的地方要收购 没有善的地方要距离 这句话放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自己查经的时候 我觉得是有点难解 然后我自己是 这个大家可以讨论了 我第一个意思可能是说 他是对前面说 你是一个冷心的人的进一步的补充 因为我们前面说 你冷心的人就是相当于说 是一个非常并射什么都要聚为只有的人 然后呢 所以你就会没有种的地方 你也要去收购 没有善的地方你要去聚 就像你说你是一个非常 有点非常的什么 不讲理 还有一种解释呢 是说你是一个冷心的人和后面没有种的地方要收购 没有善的地方要去聚 是在讲他主人的两方面的一个品性 第一方面是说他是一个冷心的人 第二方面是说你是大有能力的 你没有种的地方你也可以收购 你没有善的地方你也可以聚点 他是有这两个 我在这个查的过程当中发现 这两种是都就是在事情上面 对 这个地方刚才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主人是不中心 或者又不中心 因为如果照他的这个假设 他知道主人是 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 或者他自己变成就是这样 那主人对他很严厉 所以说他就害怕 然后他怕损失这个钱 他就是没有去投资 因为他有损失了 我们他的能力真的是不多 那就是很理所 当然就是他把原因放在那里 为什么他是不中心的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看到主人给他银子的时候 是知道他有这个采干 我们前面讲 他是按照个人的采干给他的 所以他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 第二个是说 我们后面会讲说他这个害怕 他其实到底是在害怕什么 他是害怕真的是 但是他的主人会只怪他 他还是在害怕其他的东西 对然后第三个是 他这个地方是 他是有一个自相矛盾的 他自相矛盾在哪里呢 这个扶人 因为他知道这个银子是主人的 因为他说你的原银子 他承认这个银子是主人的 所以他既然承认这个银子是主人的 那他就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主人的 对于你做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其实你知道如果真的是亏了 谁更痛心 主人更痛心 但这里可能是不是前面 他那个没有一个交代 说主人说你拿去要去投资 然后算了亏了算我的 没有一个交代 我觉得这里面呢 前面前面其实有一个问题 或者一个解释 就是你要是是对主人的了解 对那后面 后面其实也有介绍 对知道主人的这个性体 是主人喜欢的 对我觉得就是要被说的那种假的 然后主人告诉你去投资 或者说我对主人有这个了解 那我就知道这个主人 我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是又恶又难 所以说这个其实主人责备主人 不是因为他处理钱的方式 而是因为他对自己不了解 对 我想还是有一个背景跟慷慨 你想在那个时代 有哪一个主人问说 我给你一笔钱 有哪一笔钱 我自己放一笔 我自己放一笔 我给你上吧 所以在那个福人主人的情形 我把钱交给你 一定要你做事情 如果只要你收起来 我就不用交给你 我自己放自己的那个 这个病脑 自己的那个保险 贵货食物 我就自己守着就好 我交给你 一定有责任 这是一个我想 所以当耶稣讲这个比喻 就是耶稣讲比喻的时候 我一定要有一个认知 耶稣讲那个比喻的时候 大家在场听到比喻的人 都应该知道他在讲什么 所以没有解释 不是因为说为什么写福音书 不解释 但是那个在当时是绝对不用解释 就像我跟你说 你开车过520 这个会不会塞车 这是不用解释的 我都知道 但是我今天问这句话 你开车过520 堵车堵了多久 换一个人没有来过 祖国西洋 或是我这句话 经过三百年以后 他们在 研读我讲的话的时候 那不会 这520到底是什么 就不了解 当时耶稣讲这个比喻 是绝对不需要做这个交代 因为 所有在场的 知道说 主人把钱交给不论 是什么一件事 一定是有事 那当有这样一个前提 跟假设说 再来读这个 就不需要圣经交代 在那个时代是绝对不需要交代 这样可以吗 明白 谢谢 谢谢先生 看一些那个 现在讲的时候 当时在那个环境下的话 至少可以放 勾力感 你就算 没有一些其他 基本上说 你不可以把它抢起来 因为 如果把它抢起来的话 我就自己放着就好了 我教给你干嘛 基本的意思 那当然 耶稣这也说 你可以拿去生理血 最最最保的一点 至少生理血 对吧 合理性 好 然后后面 然后我后来在讲的时候 然后我看看 对我后来讲的这个害怕 其实我自己理解是说 这个仆人 他是害怕有 自己的失败 但是他高过了 对这个主人的敬畏 或者对主人的顺从 因为主人把东西 托付给他的时候 其实就潜在的 就是要让他去好好的管理 但是他就 但是他就 失败 他也说懒 他也说他就是 什么 然后走进 所以耶稣没有说 你是胆小 或者 那时候也是又恶 又懒 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 不是 我点完了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啊 就是 他还不是 我觉得他就是这个 2000 就是主人给他2000 他最后又还给他2000 还不是最坏的情况 如果最坏的情况 他把2000块钱丢了 怎么办呀 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主人 他是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去管理的 然后第一 我觉得还是那个 我觉得 重点不要放在那个结果是什么样 而是说要放在说 主人跟普人的这一份 在这个关系当中 当主人突付给普人的时候 普人应该怎么样去回应 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 如果 首先没有 没有一个 想到怎么样去回应 神所突付给我们的 就是直接想结果 我们往往就不敢去做任何事情 因为我们总是可以改自己 找出很多理由 不去做事情 是 对的 对的 好 谢谢 反正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 这个惩罚我是说有点重 我认为 我不知道从你们的角度来说 应该怎么看 我觉得 有的人是 不同的人的 不同的人的能力 当然这个人也可能 他能力很高 他就不给你做 那是肯定应该是惩罚的 如果他就这个能力 他给你保管好你的本金了 而没有让你损失 有的人把你的本金都给你丢失了 像现在你到银行去投资也好 你去做其他投资也好 有的就把本金都丢失了 那种情况下 你说该受什么样的处罚 我就说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说 当然就是说 这种风险 就是说可能就是说 就是圣经想告诉我们 这种风险是有的 是吧 我倒可能有点不一样的看法 我是觉得说 当主人突赴改仆人的时候 他是 他改仆人的不是一个试探 他不是说 我要给你一个试探 要故意来半叠你 他只是说 我是交付给你一份信任 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的 对 所以我不觉得拿了一千的这个人 他没有这个能力 像两千五千的可以赚回一千来 因为前面经文交代的很清楚 是主人根据每个人的才干 把这个五千两千一千给他们的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句话 就是享受主人的快乐 其实对我来说 这个震撼挺大的 因为如果你把这一千块钱银子 当成你自己的钱 那你肯定不会 只是埋在地下 这就是你的讲 为什么可以去享受主人的快乐 不然的话 那就是说 你这么做 那就等于说 我没有功也没有过 但其实是 就是说是对神 对主人不合的那种 对 尝试回复这个姐妹 因为帮主人 回复这两个好的这个主人 就是主人专注的是良善 专注的是忠心 专注不是说 你有这个才干 去干这个事情 对 做这个结果 我想在这个 在主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他们 我们主人其实对我们的才干 都是很了解 他给这个人 给这两个 三个这个 钱财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了解 他们给了这个才干 根据这个才干 给了这个钱 然后最后 他所表扬的也不是才干 那接着 冰冰这个点 那就是这个人 说的 说主人 他的认识说是个人心的 或者说 你这里 他已经吝啬了 那是不是说 这个评价是因为 他自己找了一个结果 所以主人 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只是说 为他自己的 没有作用 就找了一个结果 所以导致他后面他的这个行为 他做了这个事情就偏差了跟主人的事情 这个期望 这个期望和要求 对 对 其实这个有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地方 这是一个耶稣的一个比喻 一个人在用一个比喻的时候 他是透过这个比喻想告诉我人家另外一个事情 对不对 是一个道理在那个比喻后面 所以当我们诠释比喻的时候 你不可以无限的扩充这个故事中间的 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那个是什么样子 你甚至不可以说 我也符合这些问题 因为 耶稣用这个比喻起来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的结论在这 你所有的诠释都必须根据他的结论去诠释他的比喻 要不然他就不会用这个比喻 对不对 他不是只是单纯讲一个现实中的故事 然后让你随意去诠释很多可能性 而是他有一个目的的 所以这是解释比喻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要抓住他到底要讲什么 你再反过来去 你可以扩充 但是你扩充的内容 绝对不能against他所要讲的内容 这样兵兵嘎 他是一个扩充 说Valif他其实不认识主人 那很可能是这个场景 但的确这也不一定是重点 但至少这个场景 不会跟耶稣所要教导的方向违背 因为如果耶稣说的主人是 我们是天赋 我们是中心的仆人的话 你显然或者说 What if这个主人真的是很狠心啊 之类的 你只能有一个符合体制的目的解释 对不对 其实不是那样的 接受点我们在说 那就是这个结论就是 你这又恶又懒 那你这个懒的话 我觉得可以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他没有人可以做 他就把那个人买在地上 那这个恶臭 就有可能像他在一面说 你还要骂我 你还要骂我 我后面说真的有一点 我写出来是 其实很多时候 如果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因为我们相信神也对我们 也是有同样的托付的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 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这些东西给很好地用出来 我刚刚写的是说 就是不作为找理由 始终可能有个理由就是说 神反正你什么都能做 是吧 你什么都能做 我这点做的这点小事 做不做好像都很关键 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理由 作为我们的一个见口 不去使用神所突付在我们手中的这个一切 这个隐身呢 是跟前面说的第二种解释 就是说 没有重的地方要收购 没有善的地方要去点 是说这个主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就是说你有这样的能力 你在其他地方你也可以找回来这一切 我这个一切我就没藏在地里也没关系 对 这可能也是成为他一个理由 对 这个话到底是 这个话 没有重的地方收购 那按道理没有重的地方 你是没有收购的吗 你没有重下去 你没有啥种 你刚才没有收购 是吧 这个就是都代表他反正没有钱吗 还是 没有需要 没有这个需要的东西 嗯 他是说你这个主人吃的是你很有其他的办法 去可以做到这样一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常我们来说可能是做不到 但是你主人好像有这个能力去做到这件事情 别人讲了就想到一个做拉皮的故事 哈哈哈哈 关键话说 我们现在如果你要回到这个整个耶稣的比喻的方向的话 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 因此 我们是不是像这个福人一样误解我们的天父 我们认为天父让我们去中间福祉是要压榨我们 甚至他对我们的结果很有要求 我们做得不好的话 他就会惩罚我们 这个是正确的解释方向 你可以前冲 但是一定和耶稣的这个方向是一样的 神啊 你说不能吗 所以这个事情我做不做 也没什么关系 然后如果根据第一个 就是说他真的这样认为他的主人是这样的一个主人 这是一个压榨性的主人 所以他会很害怕 其实这个偏差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主人的这个触悟的能识 这个就是我觉得 就是他到底是一个借口还是有触悟的认识因此 这个我们可以我觉得查查进去讨论 然后这个那是然后再看这个主人的回应这个主人的回应是说要把他这一借堵过来然后要把这无用的仆人就在外面的海岸里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点就是这个无用的仆人首先他是讲的是这个无用的仆人 无用的仆人他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产出的就是他的non profitable 就是说我给你投入了很多东西 我托付给你很多东西 你却没有任何的怀抱 那这个如果要做一步隐身的话呢 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就是我们没有生命的这个果子出来 这样子呢 其实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可以讨论的一个比较 我觉得今天刘牧师他也没有去讲的一个点就是说 这个地方跟救恩到底有没有关系 或者说我们应不应该去讨论这一点在这个比喻里面 请 莫师你有什么 这个吗 就是这个地方到底要不要跟救恩去 受伤关系 OK 这是一个比喻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偏向于把比喻里面的很多都需要来一个 他的灵意是什么 或者是他后面的 spiritual meaning 那这个是比喻解读中的一个最忌讳的事实 因为你要assign任何的 因为他里面的名字又代表什么 这个丢出去代表什么 IQChase 你可以解释 解释的时候 我也看到很多说 救援里面说IQChase 就是这样的黑暗的那个地域中间等等 但是呢 我比较担心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无限的延伸中间的所有的这些每一个细节 为什么要一万和五千一千 最后要有什么属灵的含义 你可以无限的延伸这些属灵的细节 那显然这个原则就错了 因为原则是耶稣讲一个比喻 他是要告诉我们 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你只能说他告诉我们 透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的事情 因为我给你一个比喻 我以前常常举的例子 我说天上的月亮像一个银盘子 你知道我讲天上月亮像一个银盘子是鼻子 但是你不可以说 那月亮怎么会是银子做的呢 难道月亮是银子做的吗 或者是你说那个难道月亮里面是有凹槽可以成半的吗 盘子是有凹槽的 我比喻的点不是那些东西 可是你可以无限的延伸说 我到底在比喻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比喻的时候其实很清楚的 但 somehow我们在解读这些圣经上 耶稣的比喻的时候 因为他在圣经上有不同的问题 他是imbed在耶稣 因为耶稣有的时候 他的确也是一个proclamation 他就明确地告诉你 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我是谁 是吧 那时候你要把每一句话都需要解释 因为他明确地告诉你 我就是这样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你就必须解释什么叫道路 什么叫生理生命 可是他讲比喻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里面每一个东西 都要我们去看他后面的属于台 而是说他有一个用意 所以这是不同问题 不同的诠释方法 就是要了解当时的背景 当时耶稣讲得着 他想要说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哀哭切死和黑暗 我自己是觉得不需要去过分解读 说是不是失去救恩这个问题 而且说实话 你如果真的想要解释这个问题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回到整个圣经上 对于救恩的理解 那就是个big topic 你变成说你要去把整个圣经救恩的解读 拿来去支持 或者是去完善你的这个解读 那通常我们不是这样的解释 解释那个比喻 对不对 好 谢谢前博士 好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 那个又欧又懒 为什么他称他是懒的呢 就是因为根据他前面的那个理由 前面的理由 他就说 反正你也都可以做 所以我不做也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因为害怕 我可能会把这一切做得不好 等等 有这样的理由 那我就不去做 那其实 但是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个主人他是准备他 所以他称他是又欧又懒 那这个地方 我看到的这个点就是说 这个主人他即使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只要他托付给你了 他要的就是你的中心 所以主人的他的这个能力啊 不能够成为这个仆仁偷懒的地方 你不能说你主人 反正你有那么多的仆仁 你不用我 你用其他人 你也可以完成 完成的事例 或者说你有那么多的资源 你可以用其他的资源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你给我的这点资源 我放弃也没关系 这些都不能成为理 因为主人他要的是这个仆仁的中心 然后这个地方是 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对比嘛 所以他那个跟前面的那个五千两千的 就有个很明显的对比 这个一千的 他是把他一千都给夺走了 然后呢 前面是不仅是要 还要派他们很多的事情去管理 然后第二个对比是说 前面是享受主人的快乐 这里是 就在海岸里来不签署 给那个一万的 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给那个四千呢 他是想说 重点就是说 有的还要再改他 还要讲这个点吧 就是凡有的还要再改他 给那个才干最多的 我的意见就是说 许多事派定管理 就在这种体现出来 凡有的都改他 还要再加给他 还要再加给他 就说那个 在做团人 这是教会的不是原则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所谓的量的原则 因为这段经文明显的说 主人对于五千和一万的这两个人的 讲杀和回应 一模一样的一个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所在教会做的任何一件事 不管你是在讲道还是在扫这个厕所 两个人在审理也就是一模一样的中序和中调 没有说哪个更重要 这个是另外一个 重要性不是靠着那样的或者你做的事情的关来的决定 而是你是不是在做实际上的这个事情 给你忠心 所以就说这个地方 你一万一万的 能代表他的意味 或者的重要 反正就是那你才能多干你决定 或者说你 我可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这是完全的主人 他是按照他的自己的意思 他所能够明白的 他觉得给谁就给谁 对吧 我们去下一个 就是这些是那个观察解释的 说有应用 应用是 第一个是 因为我去看那个观点 他说一般都是主题式的 就是跟神学主题有关系 我自己看到的一个主题 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说 这个神的绝对主权并不废掉 能要尽的尽心和责任 就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们觉得一件事情 可做不可做 或者要不要去做 很多时候我们是 没有降服在 这个神的这个交托下面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 好像是 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我有这个自主权去决定 要做还是 不要做 不要做 这是 是神托覆盖人的 是他要的就是尽心 然后第二个是 我们很有可能走的一个 误区是说 反正神 你想做啥 你都可以做 其实不需要我这一份 也可以 但是神是 这是 他的主权不是废掉我们的中心 而是要建立我们的中心 因为如果没有神的绝对主权 哪怕我们再负上中心 可能我们也不能够成就 神的主义 所以这两者的关系 其实是互相 是神的主权建立了 我们的中心 而不是废掉我们的中心 这因为神有绝对主权 所以他对人的要求 就是你要有中心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 然后下面的应用 我提了三个 一个是说 神已经把什么 屠付在我的手 这个主要是 我们在查经的时候 大家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去思想 然后思想 要不上什么样的中心 这个可以思想 神想赐给我们的一切 第二个是看到的是说 其实比起做了什么 神也看中我们没有做什么 在这个经文里面 因为当这个一千的这个仆人 他把它藏起来 他相当于什么 这没有做 但这件事情 在神看来也是非常严重 有时候我们觉得说 我只要不犯罪 好像就好 但是其实 如果我们知道 善的不去行 这也算是犯罪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 没有做什么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 挺重要的 那我们就可以去思想说 我们有没有埋藏 我的时间 这个埋藏的意思 不是说不去使用 我们是说 用错了地方 用错了方法 我有没有把我的时间 我的金钱 我所有的采干 是突破在我手中的 真的是 为神的果去使用 因为这整个 比喻是在讲神的果 所以这个埋藏 不仅仅是在讲 我有没有不去用它 我是说 我有没有用的时候 去用错了 而不是外的神的果的目的 是外的其他的目的 然后第三个应用 我们是看到 这三个人 是一个一个来到 主人面前交账的 因为如果按照 我们的算术的话 总共改出去 八千 赚外来七千 这三个人 如果是一个小团体的话 赚得挺多的 一流百账就挺高的 但是 实际交账的时候 是一个一个 到主人面前的交账 对 你不能因为说 我的牧师是谁 我的教会是哪个教会 我的父母是什么样的父母 我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马上可以拿 减轻一点 但是不是的 交账是每个人 都要来到主人面前 交账来 所以 一个问题就是 到我见主面的时候 我也是需要 在主面前交账 那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 就是我现在应该 怎么样去预备呢 预备好这个要交账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准备的 可能一点短 更具有原因 这是所以 特别问题 这样 他 إلى 他们 对 所以 就是 对 那么 我们 但是 24年,這句話在當時以色列的一個位置上,這是一個很美解的,這是一個很美解的,這是一個貶義,是一個褒義,是一個很美解的。 如果大家後面去解釋,又惡又惡,是不是能點點的,這是一個褒義的,這是一個很美解的。 我在查的時候,是後面那個又惡又惡,惡的就是對的,他的主人有一個錯誤的,他的主人是一個冷心的人。 然後懶呢,就是因為他說沒有種的地方,你要收購,沒有散的地方,你要收去。 那因為你主人,你有這個本事,所以我不去做,也沒有關係。 所以主人就說,哎,你是懶惰的。 這樣解釋嗎? 那你說,你跟他理解的就是說,沒有種的地方收購,沒有散的地方巨量,這是一個褒義還是一個貶義? 如果你說褒義的話,這是說,哎,這是贊美他的主人,說哎,你很有能力,這是褒義。 如果是貶義就說,你這個,蜘蛛要生扭,沒有的就是這個,就是這個,這個,就是你褒義去理解這句話還是貶義? 其实我当时在查的时候 这两种试经都有 我都查到了 我先说这这样子都有 但是呢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 它其实都规定结底在一个问题上面 就是这个仆人拿了一千的 他没有去做 他是没有对这个主 就是说假设他是包裕的理解 他认为主人有这个能力 那其实仆人更应该去做 因为他知道主人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大能力 他可以更应该去放心的去做 而不是把他藏起来 如果说他认为主人确实是这么一个 是这样的一个主人 那他出于对主人的这样的一个敬畏 他也应该要去做 都不能给他自己带来这样的一个 这个原因 应该是点译 他英文 对于我 点译比较 因为包裕有点能力 有点难以 其实这个 比如话 其实都有一个评论 但是每个人其实有专业的一个 对于这个主人 你觉得这个主人 到底是一个费力 如果你觉得他认这个的话就不能 我觉得当耶稣讲的时候呢 他的一个每个人的丧尊 这个主人实际上是个费力 所以说这是这个不然说这个人不好 所以说不然这人呢 他就是一个 便宜的 所以说你反正也能准备 要是你不能说通常的 如果你说这个主人 如果你说这个主人 不费力的话呢 那不费力 对于每个主人其实他都不能 你找个费力 他没问题 把这个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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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许他 他还能做不成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耶稣的回应 就是说这个 让他去 去这个 去把这个钱借出去 收利息 这一个问题 当时以色列人 不是有这么一种 如果你要借给人的钱的话 不要收利息 对吧 就是说 甚至 现在阿波多人的话 如果你要借人钱的话 不要收利息 这是 不符合这个摩西五经 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时代的 所以你说 那这个比如说 比如说 其实 其实以色列人的话 他是借给钱的 给人钱收利息 我记得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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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给你的弟兄 对 这个历史 不要借给外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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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不是说 对 对 那这个是这个历史 嗯 我想就是 就是借人钱收利息 不要说连本带息 对吗 对吗 对 对 对 这个 这个在查的时候 确实也查到了 他就是 刚才那个 弟兄说的一样 他是 他那个借钱 不收利息 是说 但是你可以想到 其他办法 可以去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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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关键对于主角来说 就是说我需要把那个 他的 但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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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一句话其实都有 你要抓住每个人说话 但 每个就话都是错的 嗯 所以说关键看他 到底太多意思了 我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可能 历史可能 也可以来解释一下 就是说 我那天看就是人家讲的资本主义 你说这个 这是我 对 经文里来 对 对 就是说 这资本主义呢 就是说 经文里面告诉了 我们每个人 应该很好地去做 说说他 他理计就是说 资本家是好 他说资本家呢 就是因为 经文里面出来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 应该努力地去工作 挣很多很多的钱 不是为了自己 对吧 最后是做investment 是为了 最后也不是为了自己享受 那我说 这个 这句话 我就想 这个彻底 就是怎么的理解 好 这是考冯主义的 这个 actually 这个是 我们应该 到题里边 有一个问题 你可以 资本 他说 你到底 神给了你什么 是吧 你要忠心 那 第二文主义 actually 是说 什么都是 要忠心 不是说 你持家 就不忠心 因为 你如果讲说 持家不忠心 叫孩子不忠心 你在工作上 努力 已经变成 不忠心 都不忠心 只有在教会的 身体来忠心的话 那今天就完全 打电子的 这个家文主义的说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of这个 gospel 是everything 所以 对我来说 这个问题 actually 你要回答 actually 要回答是 你怎么理解 the gospel 它的transformation power是 你能不能 get这个 gospel 它的depth 它有多深 有多幻 有多幻 它其实影响到 我们生活的 每一个角度 但是 现在的问题 是 很有很多 人并没有这么认为 它认为 福音就是 你要告诉人 耶稣 在持家上 你信主了 That's it 可是 你要是认为 福音 其实是包含你 今天你回家 跟孩子的时间 你在家里 怎么样去做饭 每一个东西 每一个东西都需要 都是中心和 脱费的概念的话 你的这个 sphere本身 你就必须要 就不会这么 limited 你就不会说 你在持家 就不是中心 然后这个 你去上班 那回到资本家 同样的 当你回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要 define一下 如果你纯粹说 要中心的 要做事情 要去create 这新的东西 来让大家生活 更好 让大家满足 大家的需要 of course 这是神让我们 管理权利 但是 通常对资本主义的 批评 我纯粹讲 批评它只是说 它有一个 greedy和贪婪 你就是 你拿到这个之后 你是用来做什么 那那个部分 你就可以去伤错了 到底你是 你中心的 你赚了很多钱 知道你说的 自己住的很豪华 吃的东西很好 还是说 你其实要祝福 世间 even 祝福其他的 area of life 所以那个部分呢 又 所以当回答 你那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就要说 你要define 到底你说 资本主义好不好 到底能想看到 哪一个部分 因为资本主义 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层面 又回到了 就是这个 帽子其实上 它是中性 关于在于 武藏医院这个 网络 也 这里面其实有老的 我觉得 其实是有个类似的 当 我担心是 会有点破误解释 因为就如果 这里面的所有的 其实是第三个 它是一直在 它是喜欢的 这类似的 所以我刚才有点 没有 这的话 你都不信 那个 如果 如果你这个 如果没有 investment 变成 manic 的话 情况会发生 是这样 难关键是一个 fills 是 trust 这个 这个 fills 是 费了 我非常赞同 所以说 如果这个经文 要跟 旧文 要 关于上的话 肯定会讲到 face 其实就是一个是 true face 一个是 for space 然后你如果 face以后 不会问 说 有可能 5千 你现在给过 5千 为什么不能 进去 这些都是 都不是问题 但是我担心这个是 对 结果 过 我觉得这篇 精灵卡 到 里面 去 我们俩人去问 或者发在他的上下轮里面来讲的话 他是一直来讲说 我们等候主来的时候有一个 你怎么样 prepare 这个地方是说 他前面上下轮是说你要 prepare 这里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 prepare 这是他整个上下轮 然后重点就是说 当我们去prepare的时候 神要的是我们的军事 这可能是最安全的机制 对我觉得是不动不动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也好 因为我觉得在小组里面 肯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很多的 我觉得很多小组 肯定会很多人会问到最后 对 把这个无疑问 很多人都在外面黑暗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可能 肯定会 而且说实话 在我查的经文的资料里面 是有很多是 把它给旧文是 关联上的 对 所以肯定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就最大的启发 是就是这个医院问题里面 中心 其实就是今天听 你们没有说 就是因为 为什么说是中心 是因为 那个 那个 虽然说是我的时间 我的金钱 都采败 但是其实那全都是神 给我的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用起来我的时间 如果我没有照着神的计划来做的话 那其实是 这种房属公司的一个方法 也就并不是 这是神给我的一部分 让我使用 永远 永远的 这个事 就是让我改变 为什么我即使有这个 自己的医院 但是我还是要 要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本身就不是你的 这本身就是你的生命都是神给你的 让你来做这件永远的事情 这个地方 我觉得 我想在解释的时候 或者是回到玛丽的问题 在 这是一个asset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实际上 你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我们都理解 就概念 这边问题 这是神的 然后我们要为这神的做 但是呢 你在practice上 其实通常会出现两个极端 一个就是 你没有意识到这是神的 觉得这是我的努力而得来的 所以我可以怎么用就怎么用 所以那你当 从此的 在那时 那就会比较以 自我的这个需要和满足 作为重点 方向就是朝着治理 这是一个极端 但是另外一个极端 我觉得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当你想到说 这些都是圣灵 所以我要做成事 你不可以忽视说 那今天你做的事情 就是神要让你做这个事情 你今天在你的家里边 在你的教会里面 在你的职场上要做的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是 你要中心做 你可能不需要改变你做的事情 但是你要改变你做事情的 目的和态度 这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 因此我现在换意识到 这都是神的存在 我现在就把我的工作 吃掉来做别的事情 那个反而是又误会了 这个目的意思 我觉得这两个都需要 摸一下 这两个肯定性 换句话说 我觉得其实这个从根源上讲 当然这个地方 没有摄影这个问题 但是事实上 我可能下一次我会 因为下一次我们是一个 要做整个的一个总结 就是使命的总结 因为使命这件事情 事实上很challenge 就是你今天说 我们做造就 还怎么使命工作 有什么 what's the difference 你刚才讲说态度和方向 那什么意思 其实换到 回到这个中心的话题 你会发现 我们其实在做事情的时候 总有一个 人都有 总有追求significance 这个概念 我之所以 因为我想中心做神的事情 我还是需要有significance 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可以 圣经上讲的语言 是说得奖赏 但是你需要解释 什么都得奖赏 那通常如果你觉得 我需要我做的事情 很重要 所以才 神才喜悦的时候 而且这个经文有讲 不是你做的事情 不重要 对不对 刚才大家说 五千一万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 要跟真正吃透这件事情的话 你必须了解说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都有这个desire 要做重要的事情 你不能老婆委员 你如果去掉这个的话 我们就不再是人了 但是为什么 我们要做重要的事情呢 或者是神所预愿我们做重要的事情 which is actually 他我们说在创世纪第一章 我们要be consistent 创世纪第一章 他创造人是很尊贵的人 是要管理全地 要互免 生育众多 要互满地面 而且他创造我们是有神的尊贵的形象 所有这些讲的都是非常重要 非常significance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说不significance 但是呢 现在通常我们也认为说 significance本身的追求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你不能追求这种方法 所以你怎么reconcile这个东西 其实是最重要的 刚才我解释说 这是一个你向着神和你的态度的问题 你要讲的更具体一点的话 就是 其实被最沾染的significance 这种重要性 是向着我自己的重要性 所以我可以boss我自己 但是被神的 神原来设计的significance 是在我做这些 我每一天做的小事 从我boss的是 神对我的创造 给我的恩赐 让我的才干 能够来荣耀神 在被最沾染的这种欲望 做事情的欲望 说我想拥有一切 我想占有的更多 这种匹 然后可是对神来讲 事实上我们占有这种 像他说 你要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It's actually very much 是一个possessed 所有的这个世界 但是still 那个风向 你是要回应神的 呼召你去荣耀神 在被最沾染的 我们的有一个desire 是in control 因为我们的fear 这个他为什么害怕 他因为lose control 他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所以我们完全希望 我们做的事情 是in control 这是被最沾染 因为我们就变成fear 可是当神说 你要管理全力的时候 that's very much in control 他让我们去 control整个世界 对不对 那what's the difference 就是你被最沾染 如果对着自己的 希望自己 控制的时候 你产生是fear 和焦虑和紧张 可是你如果按照神的心意 去in control 这些事情 你安全是赞美神 因为我们point的是 神他自己给我的恩赐 和他自己的创造的 那种创造的世界 所以这个东西很suttle 非常suttle it's really just 你在方向是朝着谁 但是呢 你不能简单的说 所以我们不要隐藏 所以我们不要有sredifference because then 这个就跟创世纪第一章 什么创造的世界 完全违背 所以it's actually not easy suttle 但是我觉得这个suttle 也正是我们 live out的一个 所谓的律法 让我们自由 然后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按照神的心 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所以总结实际 我听一下是不是说 在这整个比喻里面 他做一个偶人 做一个管家的身份 他就是要trust 他总人的判断 他把那一切给你是有他的道理的 你trust在哪 然后你去做 你去尽的中心 对 神主权 对 神主权 对 好 请 要么我们请牧师 跟我带 拜一下 好 愿意 为我们谢谢你 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间 你看到 让我们来忠心 使用神理 赐给我们的一切 真的是在 我们今天的讲道 我们的预察 我们地中心的讨论中间 也都让我们看到 同样一个心意 就是 让我们每个人在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上 按着神理 已经赐给我们的才干 按着神理 赐给我们的 位分 甚至这个 spear of influence 我们的手里的工作 你让我们重新去思考 我们的方向是向着谁 我们是为了谁的荣耀而做 我们是为了谁的 最终的得胜而做 所以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在查考中间 更多的去 你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 就是 生活出一个 按着使命的奥秘 活出这一个 有使命的人生的时候 不是惧怕 不是害怕 不是焦虑 也不是骄傲 也不是boasting 也不是 总是在想着自己的荣耀 而是主 真的是按着你给我们的 不偏左 也不偏右 既不过分贬低自己 也不是在 骄傲的自夸 而是知道 主你在我们身上 真的吃下了 这个尊贵的样式 你所赐给我们的使命 是最荣耀 尊贵的使命 主谢谢你 来帮助我们去 理解你的心意 我们也谢谢你 我们今天的预备 很多时间的花费 然后我们小组的命中 可能 这个礼拜五 我们要忘了之后 可能有的小组 会用其他方式来聚集 作用格兰一的保守 谢谢主 我们将这样搞到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字 我们 我们今天这个 铺别问题还要讲 在这最前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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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后面的那个问题 关联会 关联在一起 我们下个 我们下个 这个 是 是